叉燒飯 你覺得我們兩個人像叉燒給誰 我們兩個都像 我們兩個都像 鹹蝦 你覺得誰是鹹蝦給誰 是的 那個 我跟他說廣州人吃飯很殘忍 平常出去吃飯 裝飯不會叫裝飯 叫人頭飯 現在天氣冷了更殘忍 要吃煲仔飯 紅椰煲仔飯研究專家 天氣冷 你看他多吃煲仔飯 多吃煲仔飯 有什麼煲仔飯好吃 對 招牌的黃鮮 或者納利 有拔扇 金牌的拔扇 很旺 但沒有位置坐 我不打包 兩分鐘 哦 這樣也好 今天兩人一人一鍋湯 一個叉燒飯 還有一個黃鮮飯 我想吃過 我看見有一個正 或者是那個金蠔 對 金蠔芝 鹹蝦這個吃 這個很重飯 剛剛這個飯桶 多煲這個 痛 他痛 心很痛 他看見你的心很痛 吃飽了肚子 知道嗎 我們怎樣等 這裡等待會兒 有一個黃鮮 哦 在排隊 是不是要這樣排隊 就要這樣排隊 一直都要這樣 會不痛啊小朋友 不理我 好啊 真的好啊 我就看他這麼旺 看看他什麼環境 是嗎 我搬了他來旁邊嗎 是老街坊 有很多租收 你這麼說的 你低調啊 你 有位呢 馬上來 這是什麼湯 一個西洋菜 一個無花果 就是西洋菜 他是西洋菜 我是無花果 又有新朵嗎 那你是什麼 你是不是豬爭 哈哈哈哈哈哈 他想報了你 可能 你的湯汁又很漂亮 我的湯汁又很漂亮啊 西洋菜 可以當作菜食 出來喝湯 很棒的 你那邊就是 無花果 猴頭菇 天寒地 讓我喝湯 我暖了一個環節 你的湯汁很漂亮啊 這個湯汁很漂亮 很夠火候啊 你這個 撒烤飯 你覺得兩個 誰像撒烤給誰 我在中間 我們兩個都像 和你講 麥卡 麥卡 這個湯汁 你看起來就不像我們平常的湯汁 黑黑實實 這個 鹹鹹 你覺得誰鹹就給誰 對 哈哈哈哈 這個很漂亮啊 對 那條東西很熱的 對 煲仔飯 下醬油 就是整個煲仔飯的靈魂 聽到啫啫啫聲 嘩 先看 放在這裡就行了 黃線的飯 放在中間 對 很棒 我相信飯底 三個一樣 就這樣看 飯 夠乾身 粒粒分明 先看招 嘩 這些招很漂亮 金黃也來 不會拌 好 拌開 嘩 這一殼就什麼都齊了 有飯有椒有叉燒 很均真 很均真 三條 三條 黃線飯 首先看黃線肉 嘩 鮮骨 夠了 夠了 口肉 一看是爽口 你看這些招 很薄 薄薄的一股 就夠了 麵那些是什麼醬 芝士 芝士 這麼好 神經病 這個叫鹹蝦 不是鹹蝦醬 我看到這招 我突然想說三個字 吃招 吃招 香 這個叉燒的味道很好 鹹鹹甜甜 不像我們在外面一般燒蠟燒吃的一種叉燒 但它真的很適合味 所以叫澳門叉燒 可能是 滿球都是芝士 整個口都是 是嗎 是嗎 這叫什麼巴 奧巴 天氣冷 吃黃鮮飯 是最必贏的 你那一鍋可能 反而是芝士 和鹹蝦和金蠔味 可能會搶 我這兩鍋反而不是說笑 飯底真的很香 因為芝士又是鹹香 鹹蝦又是鹹香 剛剛的芝士配的蝦肝 已經是很驚艷了我的口感 所以試了金蠔 天氣冷 你又不想 有時候很濫的 這個人就不想出去 又要炒菜 找一間酒樓來想吃什麼 吃快餐就怕它冷 吃煲仔飯就最適合 最重要的是什麼 加多一口燉湯 現在不要找一些店 找一些研究所試試試 肥虎探夾 不用走回 記得關注我 今晚就吃這些豬 和這些雞 這些就是 三餐雞 安普 火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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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怎麼下車 你知道嗎 噢 不行了 我誇不過 哈哈 我跟你們說 作為一個廣東人 無論旅遊也好 或是外出工作也好 都難以有些私鄉的情結 所以我們今天在南陵 去吃一頓正宗的廣東菜 好 到一步到一步 冬季暫光雞 吃一頓正宗 林老入花叢 你來吧 我年輕 在花叢中間 真是 小鳥 小鳥 嗯 非為炭火傳統烤魚豬 這裡是烤的 今晚就吃這些豬 和這些雞 這些就是 三餐雞 安普 這些白色雞 那股皮很重 這湯很漂亮 對 我們前面拍過這湯 這湯很漂亮 我們前面拍過這湯 這湯很漂亮 哇 很熱鬧 很熱鬧 很漂亮 吃鹹的 看路牌 直接走碎屍 很恐怖 是港風加敘里亞風 Course Over 出來的 暫光的安普白切雞 安普雞 這湯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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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脆了 真是 這湯很濃 但湯很濃 但湯很濃 油的湯很濃 還有油分是足夠的 我們越西的白切特色 沙薑醬 這湯很濃 我從來吃雞 我看得到雞 雞最好看 雞的湯很濃 雞皮很濃 我咬下去 是完完全全 可以吃到一股的味道 有多香 有多脆 很香 這湯很濃 这个木材,你不要想到好不好吃 这个绝对脆 乳猪酱 接着再沙角 本身乳猪的味道是够的 加上它够脆 因为那些都是猪仔 肉不是很多,主要的特点是皮 所以皮做得很好 皮很爽 然后给肉就吃鱼 因为我们好像越西 像湛江安普这些 其实都是紧接着港西这边 整个港西都是喜欢吃白色的 南不幸蔡冠煲猪肺 都是熬到烂烂 南不幸蔡冠煲猪肺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广州汤水 夏天喝喝喝喝喝喝的 这个汤真的是很老火 这个汤真的是 目测最少两到三小时以上 这个汤就很炒烤 烤汁海鲜大拼盘 满满的东南亚风情一种味 一泥入 紫苏辣椒再加一些可能类似 东南亚做法 青铃 无论虾也好 顾也好 饱饱也好 肥大 有时出到外省旅游 真的很难喝喝一口没有火灵汤 很多人出去旅游出去做事 诗香的情节肯定会在 像我那样 我们出去旅游去一个月 我就很想找一些我们广东的东西去吃一下 去缓解一下 喝喝南老火湯 什么诗香都搞定了 肥虎探家伯 不用走弯了 收听 记得关注我啊